明行正如不多字 一句弥陀做大舟 这句话是古德说的 也非常好 马上告别了 我有千言万语要送给你 但是也没有更多的话 这个字就是 子就是字 我就送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给你 作为你度月生死苦海的大船 这样的告别是非常有意义的 阿弥陀佛的大船坐好了没有呢 对吧 度月生死大海的这个船坐好了 我在上面问 你们下面回答整齐就很好的 就有呼应 阿弥陀佛大船坐好了没有 不晓得 这个大船是要给谁乘坐的 对 你们都是乘客 我们都是乘客 我们趁这个船要花钱买票吗 不用 不用买 就六字名号就上去了 但有的人他不晓得 他要去扎心扎胸买卖票 哎呀 怎么办呢 这个大船我们怎么能坐上去呢 阿弥陀佛 对 就要念了佛就趁上去了 所以念佛就是趁佛乐 善导大师 这个龙树菩萨 最早把念佛法门比喻趁船的法门 是哪一位啊 龙树菩萨 他说呢 必入水上趁船则乐 水上趁船就靠船的力量 所以我们度月生死海是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的大船 有的人听到这个法医啊 他非常的感动 非常感动 晚上就做了一个梦了 就梦见啊 在一个海边 然后一条大船开过来了 上面写到 阿弥陀佛 这个 哎呀 自己坐上去 趁风破浪 非常的高兴 非常愉快 哎呀 醒了 特别发喜 这个梦好不好 好 吉祥好梦 现在人做这样的梦 古代也有做这样的梦的 那么也有个年有呢 他就是 也是做了一个梦 他做这个梦很奇特 应该在我们《念佛感应录》里边好像有记载 他这个梦啊 也是在这个海上 但是自己呢 就坐在一个船 一个船当中 这个船也不是太大 像个气泡一样 透明的 外面啊 虽然是狂风巨浪 但这个船呢 它是源源的就是里边很安全 很温暖 这个 像一个机箱港像气泡是透明的 但是它就一点也不恐慌 这就是显示阿弥陀佛的社区不舍 它是密封舱的 你看到没有任何问题 外面再怎么样大风大浪 它里边一点都不震荡 一点都没有惊恐 它醒了也特别的高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